由港台文化合作委员会主办的年度交流盛事香港周 又在跟台湾观众见面了 今年的主题是香港民俗文化及文学足迹 以连串精彩节目进一步将台湾民众带进香港的文化核心 开幕节目《非常香港》传统风俗文化展览 带来过去百年间 不同族群在香港共同创造和传承的丰富生活内涵 13种节日庆典、风俗信仰和记忆娱乐 形成香港独特的都会风土气质 台湾国光剧团和香港龙飞剧团 攜手呈现金坤迎大戏港台戏曲交流会催 引领台湾观众从欣赏熟悉的金坤戏宝 进入乐剧的天地 共享一场不可多得的戏曲盛宴 由香港诗人梁炳君的旅程展览 让我们追忆野思这位已故香港诗人 作家和文化人的同时 去感受她身具前瞻性的跨界创作视野 重新认识香港的文化内涵 肖红身于东北 雨漠相交 犹如一抹火红是热的雪 三幕室内歌剧肖红 以香港独特的试点与感性 中西合璧的音乐 演绎这位民初才女 与时代纠葛不断的一生 香港台湾动画五十年大展 展出及放映由七十年代至今的港台动画创作 见证两地动画创作人的飞扬梦想 形体舞蹈剧场 《舞雷宇》 香港著名剧场导演邓树荣 与编舞家邢亮和梅卓燕联手 从曹宇的作品《雷宇》 深刻的人物塑造及戏剧张力中 提炼出负想象力和风格化的 全新舞蹈语言 《余光》中的诗作 以节奏感及音韵建称 常被谱上乐曲传唱于大江南北 在诗人的谬思《余光》中诗歌音乐会中 我们可以再次体会 诗歌与音乐的美妙互动 2014香港当代电影展 让观众在光影中 感受香港的时代感性与社会脉动 精彩节目还有香港彩灯会及创意市集 邀请大家亲身走进充满民间智慧 和生活质感的热闹场面 请你和朋友在10月17至11月2日 游逛华山文创园区及有关演出场地 参与今年的香港周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